以色列这个武器呢 跟光剑很像 只是它比光剑还猛 它不只可以拿在手上 还可以射出去 正好这个镭射武器 镭射箭听起来很威 其实我们现在 因为最近开始大量的 研究以色列军事 前阵大家在研究 以色列的什么兵役制度 现在研究以色列军事 真的觉得以色列也太厉害 太多黑科技在以色列 其实现在全世界的战争 都进入到新的时代 比如说亚美尼亚跟亚塞拜兰 他们战争的时候 无人机大量的事 大量的使用 可是关键是 你要怎么样去打无人机 当然铁穹防空系统 已经是个Costdown Costdown过后的成本 它一发大概是3.5万美金 100多万台币 100出头万台币 可是去打无人机 坦白说也是浪费 无人机可能10万20万 20万30万 你拿一个100万去打 那你打打打完 那人家火箭弹来 你就没了嘛 所以包含美国 包含中国 包含俄罗斯 甚至包含以色列都在研究 到底要用什么东西 打无人机 比较合理 现在坊间有几种打法 一种是打高能的 所谓的雷射电池讯号 直接去干扰无人机 那你整群就掉下了 可是无人机 当然也会抗干扰 这件事情 你会干扰 我会抗干扰 我用第三代半导体 可能就不见得有用 所以第二个可能性 就是用所谓的雷射 可是雷射呢 美国 中国 中国还有俄罗斯都有在做 可是现在看起来既然做得最好 可能是以色列 雷射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看我们在看星期大战的时候 雷射枪 雷射炮 为什么现在没有雷射枪 因为雷射单发打出去的能量不够 我打到你身上 以现在来说 我或许打一发 你知道会有那种类似被BB弹 或是说那种钢珠的BB弹 打到的痛觉 可是你穿不过去 所以你这种痛觉 这种打了 当然是会惊吓到 可是你打仗不能用 所以现在没有雷射枪 去打无人机 你打一发没有错 可是无人机表面会受伤 可是没有办法伸到里面 所以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是它能量没办法汇集 可是以色列你看 我刚刚一直讲 它也是用所谓的软体来处理 它怎么用呢 它透过演算法 让三次或四次 击中在同个点 过去我们讲 百步传扬这个概念 延续三件设在同一个地方 三件打在同一个地方 它就可以有效破坏 所以那个能量就会累积了 对 能量就会累积 它就可以有效破坏 无人机的关键零主件 所以说这个所谓的雷射件 现在是非常开心 是2020年1月8号 以色列国防部才宣布 他们确实做得到的一个技术 那目前有没有实战 还没有 因为他们以巴充弩 目前还没有看到 有无人机的行列 可是如果要讲无人机外 以色列是航家 以色列占全球军事无人机的出口份额是60% 美国大概20%出头 其他都003% 那美国20%当然是有包含是说 它很多武器不想乱卖 它只卖给它的盟友 甚至盟友也有分三六九的 像台湾过去可能买不到MQ-9 我们现在买得到 可是以色列是能卖就卖 甚至连北约包含德国那些国家 都跟以色列买它的军用无人机 所以以色列确实 在这次让我们做到一个蛮精准的目标 就是台湾在面临中国的侵略的时候 我们在兵役制度上要怎么调整 在后备制度上怎么调整 我们未来在军事发展的过程中 要怎么调整 坦白说我认为都非常非常重要 那你看它单次的击发财本 3.5块美金 那3.5块美金 100块台币而已 你相较于铁琼的4.9万 3.9万的这种美金的 100万台币的状况上 它用来打无人机是非常非常适合 所以可能下一个世代 无人机的战争的解放 可能就是所谓的雷射枪 对没错 这个雷射枪 它刚刚正好解释那个概念 如果观众朋友听不懂的话 你应该看过那种警匪枪战片 有种玻璃叫防弹玻璃 我们知道防弹玻璃一般子弹是打不穿的 但是你如果你是个神枪手 你三枪或四发子弹 在同一个弹着的话 可能防弹玻璃就打穿了 其实它就是这个概念